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6日 今天台湾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被罢免 而且罢免他的票数90多万 比当初选民赞同他的还有多出一些 所以这特别有点令人意外 也是整个台湾现在极度一种 出于一种极度的兴奋当中 我看到今天台湾的媒体纷纷都在报道 那么相信不仅是台湾岛 可能在中国大陆很多人也很关心 特别是中共一些台办部门 负责台湾事务的一些官员 可能也是非常的震惊 那么现在很值得研究 究竟为什么人们看着这个高楼起来 又看着这个高楼倒下 就来也匆匆去匆匆 这是富有这个戏剧性 那么人们都在研究原因是什么 本人认为可能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这个韩国瑜 他这个没有兑现他的这个承诺 对一个民主政治 这个台湾来讲 这个选民呢 用一人一票的方式 选择着地方领导人 当初竞选的时候的纲领 那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有了承诺 曾经讲过让台湾的高雄的老百姓 这个发大财 这个而且人能够出去 钱能够赚回来 又搞到什么爱情的摩天伦 这个就是两岸的这个经贸这个洽谈 等等吧 反正很多的承诺 我记得那时候竞选的时候 就非常有些创意 人们都给予很大的希望 包括我本人在那里 一度都是觉得呢 这个韩国瑜的确是 这个寄托着高雄人民的希望 因为当时这个九合一选举呢 这个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 这个出于劣势 这个韩国瑜呢 借助于大陆这方面 对他的经济的支持 所以说人气非常棒 如果那时候能踏踏实实的 做好这个本职工作 就不去想更高的目标 也就是不去竞选这个总统的话 也不去得罪国民党内那些大陆 我估计可能今天不是会 不会是这个结局 这个有一点就是他自己呢 这个对个人这个能力啊 这个估计的太乐观 而且呢他这个 除了刚才我讲到这个原因之外啊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这个亲共的背景 这红色背景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你看上次蔡英文的竞选 之所以获得高票当选 和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关系密切 也就台湾人通过香港的演变 定期了什么呢 这个一国两制啊 对原先大陆宣传的 那种九二共识 一国两制 已经没有信心了 直到共产党不守信仰 更不愿意呢 归结在这个专制集权统论下 搞什么统议 所以说 促成这个 这个蔡英文啊 转败为神 那么 现在呢 中共又搞了这个 所谓的港版国安法 这在海外又是负面的信息 那对台湾来讲也是一样 对高雄的老百姓来说 这次又给韩国瑜把了刀忙 所以韩国瑜这次 这个如此的悲惨下场啊 这是赔了富人又责任 我认为和这个国民党啊 特别它本人 在竞选的总统过程当中 前后啊 这个和对大陆的一些 这个交往有很大的关系 那当然这些交往 有些东西很诡秘 现在还讲不清楚啊 究竟它和大陆之间 有什么联系 通过什么方式 大陆给它什么承诺 那么这就很难讲的 我估计下一步啊 不禁止是这个 失去了这个市长这个宝座 而且呢 可能还要继续调查它的 其他问题 那民进党现在当政 肯定对他也会 就穷罪蒙打呀 因为不要忘了 他在和这个蔡英文 比拼竞选的时候 他在演讲当中 曾经讲的是非常这个 咄咄逼人的 也就是说他当选之后 他将这个深入严肃地查出 这个民进党的腐败问题 那现在人家民进党杀来了 那肯定了 人家作为处于优势的 那肯定也会 这个用放大进来 寻找韩国瑜的毛病 那何况韩国瑜的确有些做法 是非常潜意考虑的 也就是说呢 这九十多万这个选票啊 这真是聊的 就等于说 原先他争取那些选民 已经全部丧失 对他失去了信心 也就是刚才我讲到 这两条 很可能是这次他惨备的 一个综合的原因 更令人不能就接受的 感到可笑 就是说他已经失败了 这次 在这个演讲当中 搞了一个感谢 三个遗憾 用四个字概括吧 就是说永不言败 明明是败了 原因是非常明白 非常清楚的 就在自身 但是他不承认 咬牙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有点像这个希拉里一样 希拉里不就是在竞选当中 失败也是永不言败 像川普也是永不言败 习近平更是 明明做错 那就是绝对不承认 所以说一般来讲 政治家 有志于搞政治的人 都有个共同特点 不愿承认自己的确切 或许韩国瑜之所以还要 扛到底啊 可能是不是又想窥视 就国民党主席的位置 国民党主席的位置 现在已经就要江启成拿去了 但是江启成明年7月份就 可能就要较班 那韩国瑜是不是还想 不太想离开政治舞台 虽然我的总统没选上 这个市长也丢了 但是我是不是还考虑 就是说国民党主席 这就很难讲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相信他可能也不会给这个国民党挣分 总之今些年的国民党的表现 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个百年老的 这个愧对这个孙中山和黄兴 更愧对上了西海革命 以前我曾经讲过 马英九做总统八年 那个黄金时代去大陆多次 没有做有意义的事情 踩着红地毯 只是谈经贸 没有和共产党提出分权的问题 错过了历史富裕的大好时机 辜负了他的领袖 就是孙中山 黄兴灯 黄华港72列四 他们对他们的寄托和希望 就非常遗憾 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 都是说的 东北人讲的话 三枣鱼变骂 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个如此悲惨的瞎查 也是非常正常 你像韩国瑜这一次 在这个失败之后的演讲 刚才我是收看了两遍啊 没想到他现在已经惨败了 还不成了失败 把这个规罪推卸到这个 这个蔡英文这个民进党的身上 说人家是故意抹黑塔 但是不要忘记了 你当市长到了五六个月 做什么事情 有承诺对选民必须负责任 你看川普他当了总统以后 虽然也是遭遇很多这个突发事件 现在目前也是陷入困局 但是人家基本上兑现了原先演讲当中的承诺 这一点是举目公认的 韩国瑜不同 韩国瑜刚当市长 屁股没做稳就开始竞选总统了 给人感觉这是吃的锅里啊 吃的碗里的忘的锅里 那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所以说政治人物啊 你可以有一个远大的梦想 但是现在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一定要扎扎实实的 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行走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政治体制不同啊 就是这个民可宰州 也可富州 老百姓能给你选上来 这个我能给你选下去 所以这个台湾这个民主政治啊 特别是高雄这个民意也不可谓啊 这个市场民主这个价值啊 这个市场发育得非常成熟 绝对不客气 不要以为选择 因为你个人有多大本事 谁认为人们对你抱有期待 期待不能落实 人们立刻棄自把你棋扔掉了 毫不留情地扔掉啊 所以这次韩国瑜也是扮演这么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啊 所以说人们都经常地讲啊 一定要吸取这个经验和教训 政治人物一定要是仔细地点亮自己的分量 你只有什么呢 只有真正这个心和这个选民紧紧地连在一起 不骗选民 真正地为选民办事 你才能保住这个位置啊 所以说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 我就想到了中国的大陆啊 为什么共产党如此恐惧 这个台湾 你再讲要无头 这是一个虚幻的这样恐吓 实际上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台湾的民主政治 民主典范 照亮中国大陆老百姓的生活 这是他们最最恐惧的 因为那一选票拿出来的话 一人一票 共产党肯定下台了 想失去他们现在这种奢华的 腐败堕落的这种生活 物质生活 这私心在作怪 所以这个台湾这次这个不仅就是蔡英文当选啊 给这大陆树立了榜养 而且韩国瑜被霸离 更是大陆树立了一个新的这个开盟啊 这个太有感触力了 我相信总有一天啊 这一天很快会到来 就是什么呢 中国大陆啊 和台湾一样 也都会这个一人一票的啊 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那才是我最最希望啊 就实现了一个梦想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餐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忙于的收看 谢谢这期